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朵一朵花像一个一个小喇叭 带着露水迎着晨光 虽然寂静无声 却热热闹闹地向你展示着生命的生动泼辣 这种花很容易活 种一次年年都开 而且一年比一年粗壮 一年比一年高大 说是花开一丈 实际上比一丈还要高 反正比两个我还要高 我家门口的一丈红有三种颜色 粉白的 桃红的和紫红色的 都是单半 沿着花枝一路往上开 每天都有花开 每天也有花落 花开的时候每一朵都开到极致 花瓣迎着太阳向四周伸展 像一个个小小的圆盘 花落的时候却是紧紧地合拢在一起 每一片花瓣都收起来 同时坠落 颜色有点转生 但不干涩 静悄悄地落在地上 像一个个小小的玉石坠子 她的花落不像荷花 一半一半飘零 让人叹息 也不像桃花 樱花 或者梨花 风风扬扬地 让人心乱 这种花在我们老家叫摩摩牌 因为花仔成熟的时候 就像一个个远远的小石墨 在我的老家 这是一种很普通的花 都不用特意去种 蜂儿 鸟儿带来的种子就足够了 落地就能生耕 无论是地坎边还是小路旁 都能开得泼辣 热烈 我老家的大门口有一片小菜地 地边上就开着一溜 各种颜色的 高高低低 赏心悦目 我老家厨房的小窗子 正对着坎夏邻居家的菜地和大门 它家菜园子边上 和大门口的一帐红更是茂盛 主干有小孩子胳膊那么粗 花汁比大门还要高 除了单半的 还有副半的 层层叠叠的花 开得轰轰烈烈的 印象特别深刻 这种花儿没有浓烈的香气 但是依然引得大大小小的蜜蜂来采蜜 另一种同样没有香气 也很招风引蝶的花 是隔三花 也叫波斯菊 但在我的老家叫八半梅 因为每一朵花都是八个半 花有纯白色的 粉红色的 深红色的 细细的叶子 细细的仔 却能长得特别高 那种花耐寒也耐旱 非常容易成活 而且不用搭领 种一次 每年节的仔落到地里 第二年自然就长起来了 这种花儿虽然没有一丈红那么高 但比我高是肯定的 每年八九月开花儿 能开到十月底十一月初落霜的时候 每次看到薄薄的花瓣 在晨曦中闪着光 随风摇曳 各种蝴蝶蜜蜂翩翩起舞的时候 就忍不住翘起了嘴角 满心欢喜 这些年 我家的隔三花 成了小区里的一片风景 总有路过的人在那停脚 观赏 夸赞 也有人讨了花仔去 在他们家的房前屋后种着 但在我的老家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花 印象中 儿时的村庄里 好像家家都有 去年回家 刚从高速路上下来 踩拐上上山的小路 就看到路边的隔三花 在草丛中摇曳着 那熟悉的情景啊 差点让人落下泪来 去年 去年啊 在七月的烈日下 隔三花一路看着我进了村 半月的山峰里 她又一路目送我离开 现在一看到她 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又欢喜 又酸楚 我家种的有浓烈香气的花 有两种 一种是牡丹 我的老家特别适合种牡丹 牡丹花能长成树 比房檐还高 我老家的院子里和大门口 都有大棵大棵的牡丹树 花开的时候如云四霞 香气袭人 远远地路过就能问到 美国的牡丹花有很多种 可以买花苗 也可以买花仔 我是从花仔开始种的 那批牡丹花 从下仔到发芽 抽苗 散叶开花 整整花了七年 七年间 牡丹花的每一点变化和成长 我都在电话里 信里 微信里 奉向给远在天边的家人 不厌其烦地讨论着 期待着 终于 去年春天 那批牡丹花开了 白的 粉的 浅子的 每一朵花开 都兴高采烈地去拍照片 然后欢欢喜喜地 给爸妈汇报 经过了两千多个日子 牡丹花 终于在我的家门口盛开 就像盛开在千山万水之外的老家一样 不过呢 牡丹花虽然花香浓郁 花期却短 顶多开个十天半月吧 五月开花 到不了六月就谢了 现在正开着的 同样有浓烈香气 而且在我老家也非常普遍的一种花 是黄花 不是明日黄花的黄花 明日黄花的黄花实际上说的是菊花 而这种黄花 我们叫黄花菜 是宣草的一种 这种花在美国有各种各样颜色的 黄的 红的 紫的 白的 是街边上最常见的一类金光花 美国的这种花呢 花瓣肥胖 花朵圆润 但不能吃 至少我从来没吃过 我家的这种黄花呢 是朋友送的 花瓣细长 花朵是青黄色的 是可以吃的 就是非常有名的金针菜 金针菜是晾干了的黄花 我最喜欢吃的是新鲜的黄花 炒鸡蛋 包饺子 凉拌菜 都特别好 我们老家门口的菜园子里 种了一大片这种黄花菜 花开的时候 一片金黄 花香 飘满了房前屋后 一进入花季 每天都有一批花开 整个夏天 都在开 那时候 爸妈就会每天打黄花 用开水瓢了 一根一根 摆在大波及里 在大太阳底下晒干 给有痛风的哥哥留一些 剩下的 不是送人 就是留着冬天炖肉吃 我特别喜欢 既喜欢黄花的香气 也喜欢黄花的美味 更喜欢黄花 作为喧草的一种日益 我们那里 把摘黄花 叫打黄花 记得很多年前 回国探亲的时候 我孩子还小 第一次跟着我父亲 去园子里打黄花 他们特别惊讶 一个劲儿地问我爸 爷爷 花怎么了 为什么要打花呀 我爸呀 牵着他们的手 一边解释 一边身体力行 给他们演示 怎么打黄花 去年夏天 黄花开的时候 父亲已经行走不便 他坐在 他坐在延下的糖衣上 看着我们把花摘进来 飘了 摆在太阳底下晒 谁料到 那就是他 最后一次 看花花开 看花花落了的 昨天啊 花花菜 开花了 被鹿 啃掉了一大半 我捡剩下的 粘回来 炒了鸡蛋 盛出一小碗来 放在灶头 心里默默地说 老爸 今年的黄花菜 开了头茬 你尝尝 和咱家的味道 一样不一样 在我的家门口 布袋花 乙帐红 黄花菜 割散花 从春天开到秋天 从老家的小山村 开到世界的这一头 从儿时的记忆里 开到历经岁月的中年 从父母的饭桌上 开到了我的饭桌上 这些花啊 开开落落 天天给我安慰 它让我懂得 时间会流逝 亲人会离去 我们 也终将 消散在这城市上 但一定有一些东西 会传承下去 留给下一辈人 比如记忆 比如思念 比如 这些花 消散在这儿 消散